近日我国驻多国使领馆举办国庆招待会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 德国前总统霍斯特·克勒及各界友人近400人出席 中国驻德国大使吴肯在致辞中表示 在中国是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 中国始终从合作与伙伴角度看待德国和欧洲 也希望伙伴能继续成为欧洲和德国 看待和发展对华关系的优先定位 德方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期待中德友好合作不断深入发展 第一次我希望在国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常详细地感谢自己的发展 它有百万亿人从与伙伴 这是一个活动让每个人都尊重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欧洲总站 联合制作的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互联互通命运与共主题微视频 在招待会现场首发放映 视频以生动语言详实数据手绘动画 展示一带一路十年建设成就 即共商共建共享理念 获得来宾好评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近日也隆重举行了国庆招待会 领区近400名中美各界人士出席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平发表致辞 美国前副国务卿霍玛茨 前助理国务卿拉塞尔 世界银行前行长金庸等分别致辞 在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七振红发表致辞 斯里兰卡总领古纳瓦德纳 及多名前总统和政要等友好人士参加 在中国驻尼利亚大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 中国驻尼利亚大使崔建春发表致辞 尼利亚众议院副议长卡卢 祝愿忠民友谊历久弥新 为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共同目标 做出更多贡献 另外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报道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9月30号发表声明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国庆日 表示祝贺 在两国高层交流在最近几个月中 有所加强之际 布林肯在声明中承诺 就共同挑战与北京展开更多合作 报道称 声明表示 在美国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 以解决世界上最严峻的挑战之际 美方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应对共同挑战 包括气候危机 公共卫生 反毒品 粮食安全和全球宏观经济稳定 等方面的合作 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 美国祝愿中国和人民和平 幸福 繁荣 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教北京演播室的苏晓辉女士 新中国迎来74周年华旦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新征城上 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 但脚下的路不会是一马平穿 团结就是力量 信心赛过黄金 那么您认为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应如何展现团结的力量 树立坚定的信心呢 习主席强调团结和信心 首先中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当前中国的发展 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说到时代潮流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其中会有一些逆流 但是我们会看到大的方向 大的趋势是不变的 这恰恰是中国要凝聚团结的力量 形成更强的信心 我们考虑的重要的基础 当今世界在变化的过程当中 中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 关注世界发展的大势 而在一次又一次重要的多边平台上 习主席强调的是 时代潮流没有发生变化 中国希望和更广泛的国家之间 形成合理 推动时代潮流进一步的发展 应对时代潮流当中的一些逆流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我们会看到世界发展的大势 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发展 将坚持开放包容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中国 正在进行回应 近期我们会看到 国际社会上确实不太平 而在这种逆流当中 有很多的复杂因素 个别国家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 动辄以林为赫 为了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 来损害他国的利益 搞小圈子 以加法帮规取代国际规则 这一系列的负面动向 带给当今世界更多的不确定性 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而面对这一系列的动向 中国首先强调的是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 不管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还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是需要各国之间 更多的进行合作 所以针对个别国家所进行的 所谓的脱钩锻炼的设置 很多的国家 包括这个国家的盟友 都表示明确的反对 希望未来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能够和中国更多的进行合作 这是我们的信心所在 而同样的说到团结 一方面从国内的角度来说 当前面对变乱交织的事件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 更多的一些挑战 不断的涌现 那么这个时候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我们首先国内的团结 是我们渡过难关的 非常重要的基础 当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之后 才有可能应对 来自于外部的风险和挑战 而与此同时说到团结 也是中国希望在国际社会上 凝聚更广泛的共识 形成共同发展的态势 如果大家都在一艘大船上 同舟共计 那比每个国家 坐在自己的小船上 应对风险 要有更多的底气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 在世界关注中国的时刻 中国强调信心 强调团结 是一方面希望加强自身的发展 而另外一方面 希望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进一步的加深 互动能够产生更多积极的效果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 在我驻多国使领馆 所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 多国人士在送上祝福的同时 也对中国促进全球繁荣 发挥重要作用 给予肯定 那么在您看来 中国提出了哪些方案 在为全球繁荣做出贡献呢 首先从国际社会 关注中国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看到很多国家 一方面看到中国取得的成绩 而另外一方面也在思考 中国发展背后的一些 深层次的原因 而现在各国关注中国是现代化 是会看到中国在努力选择一条 更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也希望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世界上没有一个 所谓的共同的标准 没有一个在发展道路 以及政治制度方面 绝对的样板间 在这一方面 中国强调世界的多样性 强调因为有差别才变得美丽 而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国家 通过观察中国的发展 来找到自己未来发展的前景 在这一点上 中国和世界的目标是一致的 也是很多的国家 在关注中国发展的时候 能够以一种更加客观理性的方式 来看待中国 而同时说到今年的时间节点 今年既是习主席提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周年 也是习主席提出 以待一路倡议十周年 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中国把自身发展 放在世界的大舞台之上 希望能够形成互动的态势 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现实 而说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中国提出的 世界要解决自身的一些 深层次的长期性问题的 一个关键的解决方案 在过去十年当中 已经形成了成效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 命运与共 确实是人类应该形成的共识 应该通过同舟共济的方式 来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在形成共识凝聚团结的方面 加强信心 而这个时候 中国强调的是 未来要更好的 构建人类命共同体 那从中国的角度来说 我们要提供更多的支持 要发挥贡献 那么这个时候涉及到 中国提出的 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 包括一带一路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和全球文明倡议 越来越多的 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那一带一路 在过去十年当中发展 本身也是一个落地生根 大家会看到取得成果的 这样的一种展现 所以这个时候 国际社会在关注中国的时候 既看到中国提供的 国际公共产品 是进行合作的平台 同样也看到的是 中国希望未来各国之间 能够真正的凝聚共识 在这个平台上 形成更广泛的合作 而不要以临为贺 不要产生更多的分裂 刻意地制造这种集团的对抗 阵营的这种对抗 造成国际社会 面临更多的风险 尤其是在当前 地缘政治冲突 仍然在延续的背景之下 世界上需要更多的和平 以和平促发展 和平发展繁荣相互促进 所以从当今中国的视角当中 国际社会看到的是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所发挥的作用 也同样看到的是 中国希望未来国际社会 在推动构建人类民共同体方面 形成更多合力的这种呼吁 好的 谢谢苏晓辉女士